但凡去过三亚旅游度假的 一定会对这一口酸酸辣辣的 糟不醋火锅念念不忘 嗨 大家好 我是聊聊 听说三亚糟不醋火锅 大兄弟太穷开来了上海 这可把我给激动坏了 终于不用打飞滴赶去遥远三亚了 他们是真的把100%的产品 全部搬来了磨度 文昌鸡 大生蚝 金骨粮 连这调料都是100%复刻的原汁原汉 是金菊调料 这小青年可是精髓 吃过的都懂 海鲜的蒜蓉 这个是海南特色 烧不错好吃一定在于它的底汤 一定要够酸 够浓 够味 它家的三亚就好多家店 人家很旺 每次去都必排队 锅子没开先上个大转盘 用芭加叶做底 上面兜了一圈海南的特色美味 这个可以蘸酱的特色水果 拔了个菠萝 塞了糯米 直接可以当甜品吃的菠萝蜜 现炸的海南虾饼 尝一口就很过瘾的海南粉 女生们都爱的像布丁一样的斑蓝豆 是连明星们都会常去打卡的店 水果和肉一起搭配的芒果拌牛肉 还有吃过就不会忘记的海南特色小吃 一巴和糯米饭 我们先从这个冲浪鱼开下手 用的是半条的黄花鱼 直接蘸干铁就可以吃 就烤出来的非常香 芒果蘸酱油 这个吃法我觉得北方同学一定接受不了 这个虾饼看着是不是长得很像上海的油墩子 里面面粉很少 主要是葱和蔬菜4 这一大圈定价158 在上海真的不算贵 随时慢慢锅开 这糟不错又酸又辣的香气就渐渐散发出来 首先第一件事还是鲜河汤 它家的汤底是在纯天然的环境下发酵30天 没有科技很活 一碗真服挑剔的嘴小鸡的胃 我们点的海鲜拼盘 都是活蹦乱跳的 就放下去的时候还溅得我一身 汤底色子浓稠红亮 吃的就是内口酸辣鲜 到底是海岛人民出品 你看连这鱿鱼肚子里面都带高的 既然试了多种单品 没有一道采雷的 这个是加了切丁鲍鱼在里面的手打鲍鱼瞎滑 这个太赞了 连我这个不喜欢吃丸子原子的人 都吃的兴高采雷 一有未尽 太弹太嫩了 比手掌还快得大大的乳山生蚝 而且和一般火锅还不一样 煮好之后 它里面吸满了朝不处的醋汁 哇酸酸的一口爆汁 这口感真的好吃到无敌了 还有鰻鱼大袋子 喜欢吃海鲜的同学们 真的是掉进了欢乐窝 宁接了海南人情感的文昌鸡 这里用了古炎炎菊的办法 上桌前已经一块块手撕好 然后把它所有调料 类似顺德捞鱼身的办法 全部拌在一起 真的是又香又丰富的味道 还被入嘴 口水已经横流 今天最大发现 就是吃到海南特产的五角猪 据说是五只角质 海南本地的一种小猪 哇你们吃过这皮是脆脆的猪肉吗 真的是无敌了 吃的话一定要记得点 还有口感滑嫩 久煮不烂的安静小黄牛 都是火锅的两配 糟不错的秘律 最后再帅点 长得像米线一样的萝卜丝 咬一口诺基奇甜兮兮的红糖一巴 每一口都能翻滚出 历年在海南留下的美味记忆 热大的风 湛蓝的天 还有在舌尖上调动过的多巴胺 如果你还吃得下 可以来一锅韭菜虾子炒饭 加了海南当地的猪肉酱一起现炒 碳水的满足 瞬间拥有 最后来份只有在海南才吃得到的炒冰 用三足颗整块榴莲肉 只加椰奶 没有其他 就这样炒啊炒啊炒 炒出来这样一大份 饱含榴莲香气的果肉炒冰 人间两百真的吃得欢天喜地 满身都沾满热带的明媚